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出席電台節目時 批評梁振英的管治班子 已經出現中國共產黨治港的情況 他說根據以往中國共產黨的做法 認為領導曾換屆三年才會有大轉變 所以估計梁振英會在上任三年之後 才提出《基本法》23條立法 不過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鏗 出席另外一個電台節目時說 梁振英團隊理念一致 有利日後政府施政 而新政府管治班子上任之後 應該加快和公務員團隊的磨合 所以我覺得有些批評對CY的團隊不是很公道 你不可以說那班人沒有政治 不是一定要找一些議員來做官才有政治力練 如果他本身的人是有這樣的魄力 他很快就能上手 他認為梁振英應該親自到立法會 解釋潛建事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家恒報導 大家好